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你平日觉得行 没问题 我继续可以跑 挺好跑 好像有挑战性 原来水土能失的情况已经挺严重 近年多了人行山 越野跑比赛也都越来越多 郊野公园的山径好选自然大 麦里浩景是热门的山径 位于大武山的这段 山势比较平门开阔 路径清晰 但亦都有人为了走得舒服点 会走到旁边的草坡 形成了很多分岔路 以前觉得一开午没什么所谓 但原来你久了 整个山都好像疤痕 宜公需要在这铺草皮收窄山径 我们希望能够修复一些 修复一条比较舒服平门的路 让大家走之余 令到人们只走我们维修的路径 不走其他分岔路 这一天新加坡的山径专家来了 他建议修路少点用梯球 人的动作当然是喜欢走 正常感受吸 就好像这段之前有口理过 我们是位收回吸 但现在看过去 我们好像是一个很平的 很舒服的一个泥路走出来 至于在鸡弓山那段的麦里浩径 台湾山径专家随美淹离香港视察的时候 认为这里山径比较陡峭 爬升普及水冲擦问题严重 当局在这里的山径齐整级解决 下雨的时候山径旁边容易有水冲擦形成冲食透 民众如果不走这个气势阶梯走在两边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个水的冲刷导致这个气势阶梯本身的崩坏 他认为山径需要做好排水措施 乙工就找石头填回这些冲食透了 长远来说他就建议当局在某些位置 路段可以改得比较平些 对行山人士都比较舒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